正在儲當幾多,不少人就要吃火鍋 這間中心在咖哩設定 提供公園福建的一間餐餐店 雖然說外觀沒有欺負 耍賓得好笑的和豐盛實在 國家上店來有總共40種口味的火鍋餐店 實際上很多顧客就問來用餐 店內比較多消費者點的就是 黑蒜雞腿、薄皮辣椒 還有牛蒡人參雞腿鍋,還有燒酒雞 都是算在家裡比較難吃到的一些料理 然後也是台式料理 以前家中老一輩會煮的那些料理 然後我們就把它帶入到我們的產品裡面 台灣人愛吃火鍋 從廚師家都可以看到火鍋店的行李很好 但是要怎麼做廚師跟別人不一樣的口味 第二代老闆是花了很多時間跟快 如果存用咖哩在地實在 也注重健康 讓社會者吃到身體沒有任何負擔 老闆是本來是走也是餐飲 就是像早餐店的類型 那因為他會有一個夢想 就是想要做大概像是這樣子的減餐店 那就是慢慢摸索 然後像是店內的裝潢 也是他自己去摸索 看到他喜歡的鼓動 然後就會慢慢打造這間店 那就是我們是以龍蝦鍋 先打進家裡的市場 讓後來慢慢的 就是因為像龍蝦鍋 現在已經有點飽和了 所以就是慢慢走向台式的料理風格 除了餐店用心之外 店內裝方式的也是讓人感覺很溫馨 這都是來自老闆的生活 就是要讓他到家用餐的人 可以感受到他對整間店的用心 我們很想來算自己的菜方不懂